今集第二集和你来这里 全球最美的地方 就是奥地利的Hostec 在这里不停拍照 因为每个地方都是值得打卡的地方 当然要和天鹅聊天 他们真是很活泼 来到Hostec一定要来严抗 因为这里是最著名的景点 还有和你到处去买手信 看看有什么买 买完手信一定要来这里 叫做Skywalk 大地在你脚下 至于这里有什么好东西 当然要花点时间慢慢介绍给你看 最后没理由不看我住的酒店 二千多元真的挺贵的 记住看影片前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一会见 上阵说到我们搭了三个多小时火车 下车经过这里 在这条沿路下去专船就到Hostec 你看每个都是拖着行李箱 走下去下面 提一提你 原本他们这里应该是半小时一班船 但我们火车又5点 来到走了船 结果还要再等多半个小时 Hello 大家好 我搭了两个多小时火车 最终来到Hostec 这里人口只有800人 我们就住在对面了 订阅了 我们准备要搭船过去 还要等船 去到再拍给你看 这里真的很漂亮 终于都等到你了 上船了 下船了 其实我们步行 大概都是5分钟就到我们酒店了 好近了 我就是住绿色这间AIDA旅馆了 我们住这里 地下就是酒吧 沿着这条楼梯 就是上我们家了 我们上去 你看这里有多特别的摆设 城洞只有4间房 1 2 3 4 这里有个掌头 所以我进来有些客气 木门来的 入房了开箱给你看 拍的时候是第二天 所以衣服不同了 不要客气 好了 现在就和大家来个 room tour 一入了这个之后 这边就是衣服 就可以擠你的衣服 然后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这样坐到休息一下 然后过来我们这边就是床 这张就是King Size的床 我告诉你我昨天睡得非常舒服 另外这里有些小窗口 一目了然的 这里有个木袋 让我们来摆一下东西 这里有个小冰箱 一个小冰箱 对了 全部都要付钱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 另外还有Coffee 都是付钱的 之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个小甲板 我们选择这个 就不是对露台的位置 但也不便宜 这间是一千七百多元 很贵 而且整座只有四间房 介绍我们的偏厅 有电视机 有一个小茶几 有一个很特色的灯 有两张沙发 让你可以坐在这里 享受Coffee 我觉得最特别是 另外看看屋顶上的 木设计 全部都看完了 好 和你去洗手间 好 介绍洗手间 一目了然 就是一个很大的洗手盆 里面放毛巾 这边就是放 风筒 有一个架 那个洗手间 是完全没有遮掩 没有掃脸 没有玻璃门 就在这里洗澡 咳咳咳咳咳咳 即是如果你洗澡的时候 那个人去厕所 就会见到你了 所以 应该是Coffee 这个 我看看 这边很简单 就是 厕所它又有门 那就是洗手间 那我们都要拍了 其实就是马桶一个 很特别 不需要拍得这么详细 OK 反而洗澡的地方就没有门 厕所就有门 Hello 我们来到Hosted 看见我身后面这个景 这个无敌的景 就是你看到有时候 有很多poster 都是用这个为主景的 这里差不多是全球 不知多少大 最美的景色之一 给你们时间 慢慢欣赏一下这里 真是很漂亮的 这里的湖江山色 真是很吸引 所以 不好意思 我有个自肥 所以我不断地拍照 好像 只是在这里 我都拍了几十张 拍完照 我们换个场景 来这里 我们看到很多天鹅 我这么大的女儿 都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不过我觉得这里的天鹅 真的很肚饿 像我这样 你们看看镜头的右手边 喂大军杀到了 那些天鹅 逐一只逐一只游过来 她以为我有东西给她吃 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准备 今天没有准备 整个建筑只有四间房 是不是很厉害呢 价钱都相当那厉害 1700元一晚 好 带你们看看周围的环境 来到这个小镇 准备吃我们第一个晚餐 我们只是简简单单 在我们住的酒店的对面 选了这一间 至于吃什么 都是普普通通的pizza 和千层p 至于味道 我觉得是尚可以的 你们慢慢看 吃完晚饭了 眨眼又做自油棕了 我们住这一间酒店 它是包着早餐 至于早餐 我觉得很丰富 而且招呼得非常好 慢慢看一下 我觉得都算是多东西吃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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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快点吃了 吃完我们准备参观盐炕 和去Skywalk拍照 好 好 好 很多人说如果你没来盐炕 就等于没来过Hosted 吃完早餐快点出去先 今天天气非常之好 我们步行过去大概都需要十分钟以上 之后我们都在网上买票 准备进去啦 来这里的炎矿 绝对是一个热门的景点 其实它这里有很多隧道和抗井 组成的复杂的系统 其实这个炎矿和隧道被保存得非常好 亦都对外开放 我们要先坐纜车 然后 不是马上去炎洞 我们先去Skywalk拍照 接着就参加了个盗篮团 去看看炎矿 了解一下炎矿的历史 和现在的采矿有什么不同 各位观众 这里就是联合国世界遗产景观的 天空步道入口 你看看它这个入口在懸崖旁边 感觉上都很刺激 走多几步就到了 那个尖端就是了 我们参加了一个小时的参观炎矿 来到这个位置是Skywalk 你看多高 每个都在尖端拍照 这个Skywalk的山顶上有360公尺 向外推出去有成12公尺的观景台 我们今天来到奥地利的第五天 Hosted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上来这儿去炎矿和Skywalk 你看看 这个三角形的尖端 刚才在那里已经拍了很多相片 这里很高 还有地势可以看到整个Hosted里面的景色 超漂亮的 站在那个三角形的尖位 直接有一种 好像铁达尼号在船上一样 在这里看下去 直接是天和地之间好像很近 那些风景真的很漂亮 还有一种大地在我脚下的感觉 看完Skywalk 走到厌矿 大概都走了20多分钟 我们参加了一个导赏团 我现在穿着衣服 但是来到这个矿洞 哇 整班人 我现在准备出发了 我现在换了整套衣服 入厌矿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怕弄髒 很高 耶 跟着盐 我想盐矿会这么冷 它说8度 夹住了 这些是那些盐矿工人 我的褲子 很搞笑 这套衣服 整班 整班好像监犯 大家好像监犯 现在上去采矿 採矿 长官不要摸 蘇达拉的零件 蘇达拉的零件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OK 你看我们走着路轨 这样走的 哇 现在我们炎动了 好暗 好暗 接着先和你玩这个小滑梯 这个怎么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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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条滑梯都上了 好玩 接着看看盐 在那边 好玩 这个导赏团很精彩 因为导赏员会逐一样 逐一样地告诉你 以前如何开矿和采研 还有视频看 整个海底液入太里面 是不可能 自己做的 是很精彩 不过全个行程 最精彩 一定是这个部分 这个滑梯 很长的 比刚才那个更长 时速更快 大家小心意地 让我震爆 因为真的很重 来吧 好 哇 哇 好棒 哇 好玩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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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太快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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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 哇 很快啊 衝動很快啊 你看到有人滑下來嗎 很誇張 我開頭覺得沒什麼 但中間真的很滑 滑下來 超快 但是好玩啊 你看到有人 開心的 開心的 很好玩 好玩的 好不好玩啊 參觀完了 坐小火車就準備出去 這個小火車的時速都很快 而且你的頭要越來越烏得低 因為越來越矮 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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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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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暖了 剛才很冷 感覺很開心啊 覺得很開心 很好玩 我覺得這個渡賞團值得大家來 因為鹽礦和Skywalk都很開心 又可以拍很多相片 而且裡面又可以玩一下sir滑梯 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玩完 當然要買手信 來到這裡是手信區 主要都是買一些肉鹽 和食用的鹽 可以買一些 給香港做手信嘛 來看一看 拿去一趟 我記得和你吃一些肉鹽 太好 然後 從小孩 放光 還要用 你吃喔 蠻含 含 只能吃 把它用一個 或是肉盐 因為這裡最有名的就是這些 慢慢看吧 看完紀念品 我們準備要吃我們的午餐 我們來到這裡 原來這裡很有名 主要是吃地道的意粉 和飯 我們進去吧 這間餐廳絕對是打卡的好地方 因為外觀很漂亮 而且還在可以住的小酒店 準備吧 進去吃一下食物 不過我覺得味道真的普普通通 很漂亮 餐廳的環境都是走平民路線 其實真的沒有特別的裝飾 而價錢我覺得大致上 都跟香港差不多 不算真的很貴 吃了這個肉醬意粉 已經覺得很滿足 因為很有香港的味道 跟香港餐廳的煮法都差不多 這個叫做雞肉雜菜 我覺得味道還可以 但是飯太生了 吃完飯了 我們走一會兒 看到一間教堂就會進去 等自己心靈都平靜一下 走一會兒 走完教堂 然後回去洗澡 換了衣服 準備又餵天鵝了 我這次有準備了 因為我今早吃麵包的時候 留了兩個麵包 你們有福了 不過我真的有點怕 原來它拍起翼上來 真的很大隻 很大隻 不過在這裡真的很自癒 湖江山色 加上這些天鵝 還有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水鴨 整個畫面都真的很優美 來到這麼美的地方 真的是 情不自禁 又在這裡拍照了 不好意思啊各位 拍完照已經黃昏了 今次來這裡吃個晚餐 嘩 我好久沒吃過這個 好像香港地道式的 雞腿和薯條 我覺得OK 還有沙咖 沙咖 這條魚呢 我不吃魚的 但我老公說味道不錯 不要看它乾乾的 裡面都不錯的 這個呢 簡直好像港式的意粉一樣 我喜歡 眨眼 我們在HOSTIC的最後一天 走之前 我決定又再去餵牠們 因為我覺得牠們好像很肚餓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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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調轉了 我們在奧地利已經玩了五天 最後這兩天就在Hostec 跟著 我們去捷克 我們在奧地利就包了這輛車 三個半小時 來到 這裡就是捷克 我們第一站是捷克的CK小鎮 這裏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集應該拍不完 下集再介紹 下集和你來這裏CK小鎮 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是斗鳳橋 其實在1992年 已經被登為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遺產 這裏分舊城區和城堡區 我有沒有跟你說 這個旅程是給我生日的 生日 當然是午餐和晚餐都要很豐富 晚餐真的很值得介紹 因為它的性價比相當高 當然要開箱 看我們CK小鎮住在哪裏 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讚好、分享、留言和免費訂閱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